来50公斤 整个装备过程中都是靠插车辅助进行 主轴枪刀架和尾座在装箱石都已经被固定在床身上 因此我只需要把床身固定在床腿上就行了 四个脚上是四组可调脚垫 先粗略拧上去 等床站在地上后再进行调整达到稳固 人是肉长的是脆弱的 东西重的话别试图靠自己搬 强烈建议使用抬身设备来帮忙 这台车床主轴枪的驱动是一台1750瓦的三箱电机 它是由变频器输入220伏单箱电源来对三箱电机进行调塑的 携带轮的图示在我们车拳非常大的弓箭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皮带扯到低速档 由小轮去带动大轮 如果我们要实现三圈两百转的这个转速的话 我们就要掉到左边 是车拳20公分以内的木头的话 我相信你只需要一直放在左侧就行了 当你需要偶尔车拳大弓箭的话 你再临时把它掉到右边就行 这是一个磁吸的盖板 打开我们就可以看到里边有两组多些带轮 目前的状态就是搁在左边 这也是最通用的一个台阶 拔掉电源插头 随后把电机抬高 把固定螺丝临时拧紧 让它不要掉下去 再把皮带拨到低速带轮阻 这样就可以了 手指按压中部有6毫米凹陷最为恰当 松开主轴枪的锁定杆 能让主轴枪固定在床身任意位置 刀架和尾座也是用相同的方式固定 刀架沿口是35厘米宽 这三个部件用相同的方式进行固定 它们底下有一个调节锁定松紧度的螺母 可酌情微调 主轴的内锥面是末十二毫用顶处杆取出顶尖 从尾部手轮中心放进去 轻轻敲击顶尖就退出来了 接着测一下主轴的精度 说白了有谁会在车木头的时候追求丝一级的精度呢 但还是测一下看看 表针有四个丝的晃动 这是台木工车床 表现可以完全没问题 退出尾座顶尖是摇动手轮让套筒回缩 直到内部把顶尖尾部顶出 但装配顶尖必须先让套筒外伸直至25毫米左右 手用一般的力气是拔不出来的 拧紧套筒锁定把手 完成尾座操作 看一下两个顶尖的同心度 精度一目了然 这个是它的圆盘 也叫花盘 在车晚车盘的时候 这是必须复减 这里有个主轴锁定按压箫子 你可以像这样旋转圆盘扣到主轴上的螺纹 我个人更喜欢旋转尾部的手轮来实现上紧圆盘 如果圆盘固定着一块很重的木头 右手除了把它端着 需要同时把它拧进去 这样太费劲了 如果有尾部手轮 你右手端着不动 左手转主轴拧上去就行了 接着在圆盘末端上上紧三颗顶紧螺丝 反转时这是必须的 这颗是主轴分度销 这里有三个孔 对着内部主轴上的12个孔 也就是用定位销 你可以在圆周上实现最多36格等分的分度 虽然用到它的机会很少 但在有需要的时候 圆周上实现一些等分装饰加工处理 也是必须的 主轴枪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底部有带弹簧的定位销 配合内部的带草口的圆盘 可以实现任意角度和特定角度的快速定位 如45度 定位销拔出之后 直到转到45度时它会自动回锁 90度时是面向你本人 可以在此角度 车拳一般超过40厘米直径的圆盘 45度并不是用来扩大车拳直径范围的 而是方便你掏碗 方便内部掏碗时车销减少你的疲劳度 人上身就不用往里头探了 这台车床和国外灰熊同类款有很多不同 灰熊腿侧宽是44厘米 而这台是48厘米 更稳固 这台车床的一个另配的附件是长刀架 显然在车通质的常见时它非常方便 长刀架也能车大圆盘 但现在把主轴箱推到车床中间 并调转90度面向你本人 再如你刚才看到的方法装上长刀架 这东西也不轻 有24公斤 这个姿态能让你车多大的弓箭呢 76厘米直径以下的都紧 改天真车一个并录了视频的话 看过的朋友会不会终身 最后一边的东西 听信息 太阳链 сот吗 这位目的恋表 在要用复权的车床 一样 也应该是必须 要是太阳 怎样 这位摄矩 都可以 这位摄争 耳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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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